今天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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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在上班上区上帽用的時候 來出車路 這次先來看的是 這問五線跟淡水線是誰在出車 可以在7點40分這問五線 發言說這電池沒什麼正常 想不到就在8點外 他們會讓正常的時候 這時換淡水線 跟我們出現了這電池沒正常的情形 都等過後 上帽有半點外景 好民眾 晚安 上班上区漸風時段 今年節運發生在高中 他車一次兩條路線 問候線到淡水線 新年紀元問要帶一位朋友 台北一直遊 想不到因為節運高中 致死過行程比健康 應該要多注意一下 尤其是這種上班尖峰時間 對 如果是離峰就算了 可是尖峰真的大家都很 對 車廂內也有人來罵 他現在要趕到去淡水上区里董哥 整個固定站走一十分鐘 到中正紀念東站 要坐車 結果也是坐沒車 是非常不罵 那時候剛剛說過體驗那麼久 我說稍微等一下 就等了二十分鐘 還是沒有出來 在尖峰中的修仙市 問候線站在去7點40分左右 和酒站到大河公平站出現電力影響 在四減南路和南港 東南館一間的列車停賽 這位公司緊密客動公車來接運 但是在8點40分 問候線會後正常的東西 淡水山也突然出了公電疫情的狀況 第一次台電大樓站到台北車站 一間大山最向通車 一直到10點左右 淡水山才會後正常運運 這次問候線到淡水山連山過中 偏偏都到時上班上後尖峰時間 到上外面失靈 如果落後 讓外交過時間的民眾是非常盛起 萬元連連 記者綜合報道 台北火報正常因為這個疫情 這樣是差到大聲 所以今天這個新隔壁 在這個立法院提出了這個 火報的這個自行的這個新隔壁 來用來支出說這個火報的這個 經費的變和這個醫生的保密流 都沒有符合屬性 這個效果也不好 不過這個國民黨立委 有哪一期說中央來 補助這個火報的這個 綜藝手機有這40% 不過過期補助這個高雄的細文 有到這80% 說這是大細文 發佈去營運跟這次追問 不過發佈的就不要介紹 已經進步時間問題已經差很久 你看他在今委員會27號的 新隔壁部會補助發佈的經費 今天是新隔壁的查核報告 就發現問題一大堆 他的理営理営的一些情況 那麼有發現 多干跟合約規定不符的項目 那麼他已經改進了喔 都分別通知市政府 市政府該扣款的扣款 那麼該在品質上要補強去補強 所有的各位是都會在講白菜 到後面做出來 他再來圓一圓 瘦瘦勒勒勒勒勒勒 這樣就過關了 有這樣的情形啊 根據新隔壁的發佈 以前扣這項報告 對98年10幾月到99年6月期間 新隔壁出的信號意見 包括經費變的情況 跟以前沒有留都不符合 這項的效率上班 發佈的秋天時間感作也沒有問題 另外是國民黨理會 拿台北發佈和向市民來做比較 發佈和市民的總議上都1999億 中央只保佈發佈39億 所以可以保佈市民80億 未必也太不公平 一樣的直轄市 一樣的主辦國際性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待遇 審計部在審計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去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待遇 這樣很不公平啊 國民黨理會為了發佈醫生 騎出來收聽 主界主的表示 是依照中用補助辦法來辦理 而又再檢討現在辦法不合理的地方 現在小英來自台北報導 現在我們的民眾越來越有健康的觀念 現在去買胖或是買東西 很多人都要買這個全補 都是買到做的 還是說都是這個五國做的胖 不過這些東西真的是這樣 沒人敢擺保證 所以這個衛生術現在有什麼規定 說這個五國的身份 現在一半以上 才能說它是全國的食品 不然就要開發 這邊想有這麼多公調準備 全國部的胖跟麵丁食品 受到消費者的加益 但是這些產品是不是真的這樣 沒人敢擱保證 所以從每年開始 這說全國部的相關食品 若是在身份不夠總黨的一半 就不可以說是全國部食品 火星室標示 所有的全國部保管米粉 醋米、草麥、蕎麥、 用麵和蚵架的定是不高的 因為各部的胖子很難保證 有些店頭家有料空在身份 店裡在白米粉裡面 又燃這個麵糊 但是買的時候就是 打到全麵糊 全麵糊的麵糊 正在那裡是欺騙的消費者 但是營養師也提醒 雖然全國部食品的營養豐富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這 請求油漬公鄰不好 湊流八百萬人 跟偽燈公鄰不好的人 最后先问过医生这些营养素 肾脏病人 他可能需要腺甲或腺磷的肾脏病人的话 那因为五股类的一个 里面的蛋白质或磷或是甲 它的含量比较丰富 那可能会影响到这些 需要腺甲腺磷的肾脏病人的一个病情 卫生说因为甘连上官业者健康官僚 跟保重表习 所以这项新的规定 它可以每年公告 而且在这之前 会加强业者跟面前的交友传递 每年代进行试试 到时候业者是为我们固定的 依照十篇卫生管理法 法四万到二十万 去这种合幅当